《文人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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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這些 自古以來很多文人默克 他們跟大自然本來就是結合的 所以在很多的 這些經典的詩句裡面 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大自然的聲音跟影子 那這邊在我們《颱風》這本書裡面 作者就引用了 Emily Dickinson 女士 一個很著名的近代的女詩人的詩 然後來描述 她心中所看到的這個風跟雨的感受 那我在這邊就把這個翻譯出來的內容 念一下 Emily Dickinson 是這樣講的 我想風是源頭的水 如果它是天空孕育而生 聽起來就不會這麼生沉 汪洋留不住一點氣流 地中海的音調 吹進了潮流的耳 一片大氣之中 海必然找到了關聯 那大概就是這個詩 詩者要表達 他對這個大自然的風的流動 跟海洋的一些關聯的一個感受 在我在高中之前一直在台東成長 我們那邊的小孩 小時候的確是很無憂無慮的 天天都是在外頭跟風跟雨一起奔跑 那海邊更是我們沒有 那時候沒有什麼遊樂中心 海邊就是大自然最佳的遊樂場所 那所以一直接觸到這麼多的大自然的現象 而在夏天的時候 我個人又剛好是獅子座的 所以在我生日的前後 都是颱風季的旺季 一直可以看到很多的颱風 所以這些蠻有趣的一些 兒子的一些生活的記憶跟經驗 剛好讓我跟颱風有更好的結合 那回到這本書本身 這本書算是我的指導教授 Kerry Emanuel 的一個 應該算是科普的巨著 因為這本書呢 不是只有科學而已 它有歷史 有藝術 有人文 因為引用了蠻多的詩集 來跟這個颱風相關的科學議題做結合 所以這個書還蠻有很多樣的面貌 那所以這個原著實在是寫得很好 那也因為我跟 我對這個書本身內容的了解 跟還有作者的一個蠻特別的關聯 所以我下定決心 覺得應該把這本書介紹給國內的大眾 讓希望說透過這本書 讓大家更認識這個 對台灣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現象 那希望能把這樣的一個 有趣的一個科普的一個知識 而且是很廣泛的 都分享給國人 基本上喔 所以非常有趣 所以颱風天對我來講是工作天 那對大家來講可能是很好的讀書天 可以在家裡讀書 那這是這本書寫 引用的一句話 就是颱風天是讀書天 那基本上我個人是 因為我一定是很忙碌 那我是一個研究的人員 事實上我的工作是在颱風 還沒到的前三天就已經很忙了 那我們主要的忙碌是因為 因為我們參與了這個追風的過程 必須很清楚知道 我們是有標靶式的 有目標的去確定 我們要把這個飛機 飛到颱風的哪些地方去做量測 才會達到最大的成效 那那些都是要經過一些科學的計算的 那我們有這麼一套的一個流程 事實上也都把它SOP了 那這個標準過程 我們就是一步一步去執行 那特別是颱風還沒到的前三天 我們的Team通常就會在我們的這一個 台大這一個團隊的追風團隊的 一個開會的地點 然後我們會好好討論說 要決定怎麼追風 然後我們就覺得 那這整個過程就是會 跟漢翔的聯繫 跟國際的科學家的合作 做好一切的準備之後 等到大概是颱風清洗 我們的前兩天 通常我們的飛機就飛出去量測了 那在飛行的過程 或許是我個人 或者是我的合作的夥伴 他們就會跟著飛機出去 即使我不在飛機上 我也是要盯著這電腦等等 還有很多聯絡 然後去知道他們的動向 跟得到的結果 是不是有很確實的 進入全世界的主要的 還有我們中央氣象局的 資料中心裡面 所以這整個過程 完備這次颱風的前一兩天 可是等到颱風已經 就在我們門口的時候 事實上那時候對我們來講 整個颱風的飛機兩車已經結束了 因為它已經在我們門口了 那時候我最忙碌的其實是 要把這後續的資料 做處理跟分析 事實上在整個追風的過程 其實也有很多點點滴滴的有趣的故事 那譬如說飛機也曾經遇到非常強的 這個所謂的冰袍 那我聽 我不在那一架飛機上 我聽 因為他們在穿過一個雨帶的時候 我聽我們的正駕駛跟我們講的 他的經驗是 他覺得好像是飛機飛到那個 像那個英雄那部電影裡面 萬箭齊發的情景 因為飛機快速的飛出去 在飛行中 有好多好多 一點一點的箭 事實上就是冰袍 打到飛機的窗戶之上 他說那個情景是非常的壯觀 那當然在那一個經驗裡面 甚至飛機的擋風的玻璃 有一點點小小的裂縫 那當然飛機回來之後 就馬上進行維修 大氣科學應該也是 比較近代的一個新興的科學之一 那它的基礎主要還是在 我們所謂的基礎的科學 包括數學、物理跟化學為主 那特別是大氣基本上就是 要把整個大氣的這個 流體力學的運動的過程 用一個很科學的方法去描述出來 然後去解釋可能相關的天氣 或者是氣候 或者是大氣化學的變化 等等的過程跟現象 或是甚至然後再 藉由我們對它的了解 來做更好的預測 那所以我們這個領域的學子 可能需要有不錯的 特別是基礎的數學 還有物理跟化學的背景 這些背景都可以幫助他們 將來在真的去計算 跟了解大氣的時候 有一個很明確的了解 所以它完全 這個所謂的這個 所以我們這一行 基本上是一個很 算是也是很明確的 一個基礎科學 可是它把這個基礎科學 應用來了解我們的大自然環境 特別是我們的大氣海洋氣候的變化 那所以如果有興趣 從事這方面的一個工作 或是研究或學習的學生 可能在這方面有好的基礎 是非常有幫助的 不過話說回來 我要提一下就是說 事實上要把一個東西的面貌 看得更透徹 可能也不止只有這些 可能就好像這本書的作者一樣 要有很好的人文素養 有很好的一些 對很多領域的一個連結的能力 那才有機會把一個 算是硬邦邦的科學 描述的很生活化 而且可以讓很多人了解 那又是另外一個更高的功力了 在那上 在那個方向中 看到靠近後 在那裡 被靠近後 見面いい 感覺 那些為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